我們政府有很多限制性的招標 起人一鬥 有很多讓人家看不懂 無色什麼 限制性招標 照理講這家公司應該是很厲害 所以非得他不可 但是怎麼會出現了一些低級 大家無法理解的錯誤 來看一下 這個我們的政府國慶的影片裡面 誤用了這個其他的山 瑞士的這個山 阿彭 側爾山區 乍看好像有點像 但細看又差了10萬8千里 我們先來比對一下 這個是被誤指的影片 瑞士阿彭 側爾山區 這是我們真正的玉山 那個臨線就差了很多 高低起伏差這麼多 我們是這樣一路過來 包括直批就是地貌也差很多 然後甚至在瑞士這張圖裡面 是有電塔的 至少有三個地方是不一樣 如果真的懂玉山 應該不會看錯 更快民進黨政府 一直都把玉山當成是台灣的象徵 怎麼可以把台灣的象徵看錯 現在拍這一部影片的 拍這個國慶影片的 就是叫做愛拉阿賴爺電影公司 他的說法是說 因為影片的素材太多了 阿爾卑斯山跟玉山的畫面 真太像了 極為相似 所以他們才會誤指 可是我們仔細比對 怎麼可能會錯 然後玉山的影片 其實也就是那幾個影片 最好的空拍的影片 就這樣子 怎麼會誤指 這個說法大家都沒辦法解釋 這個影片居然是150萬 然後大家最驚訝的是 因為它裡面很多畫面 顯然都不是原創 不是自己拍的畫面 這種情況之下 怎麼還會用到150萬 這麼高一個金額 淑慧有時候會告訴大家說 這家公司真的很厲害 很神奇 來看看這個地方 2018年10月4號的時候才成立 成立不到第五天 投標外交部VR影片 馬上就得標了 隔年二月又得標了另外一個影片 真的是很厲害 這家公司怎麼那麼強 然後我們查了一下 資本額也才100萬而已 而且最關鍵在這邊 是限制性招標 照理講限制性招標 就是說這個東西真的太難了 全國 舉國只有他會 只有他最棒 所以我們經過徵詢之後 我們限制性招標 請他來幫忙做 怎麼會犯這麼低級的錯誤 然後更離奇的是羅文嘉 很久沒有他的新聞 他也很久沒有發言 但是他專程特別的 為了這件事情痛批特批 他認為現在這個說法 他沒有辦法結束 他覺得是謊言 便宜其事 想要謀混過關 如果沒有如實告知外交部 是惡意欺騙 罵得很重 連外交部 連國民黨立委 都沒有罵那麼重 就不知道為什麼羅文嘉 突然要發聲 突然要痛批 大家覺得很奇怪 我們先看到下一張的DCG的部分 這一家公司外觀是這樣 這是我們這個亮哥 郭正亮 亮亮幫我們Google到的 這一家公司在嘉義市裡面 很妙 他就是一個 看起來就是一般的 這個民宅的一樓 目前拍到的Google的資料畫面 奇怪了也沒有看到看板 當然Google的照片是比較舊 不知道現在到底有沒有 可是因為這張照片 也是在他成立之後拍的 為什麼會這麼低調 就也蠻奇怪 亮亮也查出來 他相關招標的案子 有總共六件 他說成立以來得標六案 有五萬是外交部駐外單位 一案是原住民文化基金會 今年出包的這個案子 是外交部110年國慶的影片 他打敗誰 他打敗了民視 這一家公司打敗了民視 所以相當厲害 我們回到上一章的部分 這個出包也不是第一次了 相當多次 包括國慶酒會 在2016年用了一個台灣的夜市 結果裡面是香港的夜市 香港夜市跟台灣夜市 特色差這麼多居然也用錯 還有另外一個非常經典的 我們護照這一錯 也是把塔台 把國外的塔台 當成台灣的塔台 一換 換也是賠了好幾千萬 還有包括2019年 這個外交部VR雙向元 這個影片VR的 去拍雙向元記錄他 總共花了250萬是這一家公司 當我們在查這個資料的時候 意外發現一件事情 吳兆燮在這個影片發布的時候 他致詞講了說 我看完影片感想就是 影片中女性的同事 有一段時間穿了滿短的裙子 部長這致詞怎麼 女生可能天天會有感覺很奇怪 韋翰你怎麼看這事情 來 我們先一個個來講 先講2016年那個夜市 今天要之後給大家看到的是說 你怎麼用台灣有你真好 裡面的夜市是香港 台灣夜市招牌沒有像這樣子的 你看古貨宅 都知道這是香港夜市 除了這個之外 來 我給大家看 當天2016年蔡英文總統 第一次上來的這個國慶酒會 你看他還有擺一個什麼東西 一個冰雕 這個冰雕有沒有版權 當時也有引發討論 外交部已經好幾次引起爭議了 有沒有 這個我最近常常去抓 但也沒有那麼像 你今天弄的東西 然後一開始還沒有跟大家道歉 我說沒有 這裡面也有一些國外的素材什麼的 你就是台灣有你真好 那你裡面的就不是台灣 這只是一個小錯誤 因為只是一個板子 護照是一個大錯誤 因為使用護照的人很多 在亞洲的電視牆上面 我們的機場是參考杜勒斯機場的 可是人家有塔台我們沒有 那你今天在護照發包的時候 你有要求他我的底圖的圖案 是要是原創的 比如說你自己畫 或者是你去拍一張 你怎麼去網路上找到一張 因為後來被證明是一張網路照片 一個國外的機場 你看了以後你還搞錯 你以為那是桃園機場 不是 好 那所以這些在發包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要求 特別是限制性招標 你要給有原版的 或者是有版權的照片跟影片 講玉山 我先跟大家講 台灣過去有一位非常知名的 空中攝影家齊柏林 他拍玉山的照片幾萬張 他拍玉山的影片將近二十個 你可以去挨台灣吧 他的那個網路的素材 你給他買的版權就可以用了 你怎麼會用到一個國外的呢 所以他到底是怎麼誤用的 你是怎麼誤用的 你今天是 你看他的說明是什麼 那個電影公司 那個叫什麼 什麼耶 阿賴耶 阿賴耶公司 他說因為我們的素材對比以後 發現說很像 所以我們誤用了 所以你是自己看覺得像就用了 你有沒有買版權 如果你有買版權的話 那個瑞士的山的拍攝者 會告訴你這是瑞士的山 除非你沒有買 這個過程到現在為止 大家搞不清楚 所以已經一次兩次三次這麼多了 我再講一次 我們的玉山的影片 你在拍的時候 合約到底怎麼寫的 你怎麼可能用到國外的影片 你在跟國外買影片的時候 你會不知道是國外影片嗎 或者你根本沒有買 你就是用網路的影片 然後跟大家道歉一下沒事了 這100多案的標案 這是外交部已經犯了 三次以上的低級錯誤 好 100多案標案這樣花 我們來看一下監察院 又怎麼花錢 我們先看到這半邊 監察院因為他已經 即將民進黨一直覺得他是盲場 要把他廢掉 照理講應該就是 慢慢的讓他走入歷史 但沒有想到 我們意外發現監察院做了一個案子 這個案子是要把他的標誌 要把他現代化 我們先看到這邊 這是以前的他的標誌 真的是滿老氣很秋的 就是很老派的這個做法 但也沒有什麼不好 而且照理講監察院都要廢了 你要多新 要還成多新 但他現在換成新的了 換成新的識別 在這邊 這一塊 這塊代表監察院 你知道這塊花多 不要笑 攝影大哥不要笑 講出來也笑不出來 你知道這一塊花多少錢嗎 490萬 490萬新台幣 就從這一個換成這一個 他的設計理念是什麼 這個紅色的代表什麼 監察院大家有沒有印象 他是紅色的磚塊 他就是代表紅色的磚塊 那為什麼穿插 他因為代表政府跟人民 政府跟行政單位跟監察要交流 他穿插是一種交流 那你有發現嗎 這邊為什麼有一個C C代表控制院 監察院 他的設計是這樣 那方塊的部分 其實我找不到 他說一整個是方塊 你知道這方塊代表什麼 他連這個方塊都有意義 代表剛正不阿 這不是我說的 這裡在這裡 剛正不阿 我一點都沒有開玩笑 真的是很難笑 這樣的一個我真的不懂 當然可能我又要被罵說 我不尊重這個創意 創意是無限的 但我真的不懂 這樣490萬太驚人了 然後他又是限制性招標 攝影大哥不好意思 我們再來看這邊 是限制性招標 在這個地方 又是限制性招標 又是非得這家公司 當然這家公司有一點點官方 跟官方是有些淵源的 但問題是這樣子要490萬 另外一個爭議 我們剛剛講到監察院 也準備要廢掉 也該廢 也真的很廢 他非常貫徹 他很廢 3加11還有包括疫情 死這麼多人 到現在都沒有查出一個真相 監察院過去一年 你印象中他做過什麼事 包括人權會 請問你對他印象是什麼 你覺得他幫我們國家 做過什麼事 你絕對講不出來 但他們預算編多少 來看一下 監察院明年的預算是10億 這麼廢 要花10億 然後人權會居然是發 明年是1.4億 要一口氣增加2000多 那我們回到上面這個地方 結果現在還有個新聞 讓人家匪夷所思 一個超級廢 一個被認為說黑機關之嫌 居然花這麼多錢 結果還有一個新聞說 人權會有將近600萬的預算 被監察院挪用 等於一個很廢的機構 去用了一個黑機構的預算600萬 我什麼 什麼陳列機構 展建要更新攤了20萬 調查資訊軟體分攤60萬等等 真的不懂 我就問民眾問觀眾 你的印象所及 監察院人權會過去一年 到底做了哪一件事 你覺得他做得很棒 沒有他不行 你10億跟1億多 花得非常甘願值得的 哪一件事情 請你在聊天室 你告訴我好不好 監察院的秘書長朱富美說 沒有挪用 怎麼會有挪用這種事情 因為監察院跟人權會一樣 都要促進人權 所以誰花都一樣 既然都一樣 就一起廢掉了吧 有資格怎麼看 第一 人權會到現在 在政府組織法裡面 還切身未明 我們一直在講說 人權會掛在監察院下面 到底好不好 結果你不管好不好 你現在直接 中庭的茶水要換一下 那邊撥個20萬過來 那邊換個位置 花個200萬過來 30萬 20萬 你全部都是用人權會 180萬 180萬 不是20萬 茶水間 請問一下 你這已經切身未明的東西 你卻把它錢撥過來 你民進黨就已經是 把他們綁在一起了 以後要怎麼動 好 監察院擺就該廢了 結果你廢了 你用這麼大的一個標誌 你看監察院 剛剛要之後 花那麼多時間講那個標誌 對不起 這在企業上叫CI形象 為什麼要花這麼大的形象 因為這個公司要永續經營 一般公司就是為了要 要繼續經營下去 所以會花 其實也不只 有的公司會花到上千萬 因為CI是一個創意 但是今天我要問的這個目的是 你要永續經營吧 請問一下 監察院你不是要廢了 你在永續經營什麼 所以做過公司老闆都知道 那個標誌要出來 你要做一做就是20年 30年 你才會花這麼大錢 去砸一個標誌 結果這個監察院花 剛剛耀卓說 490萬用一年 你神經病 你怪了 你怎麼會有這種邏輯 永續經營不會只用一年 你只為了這樣 然後去做 再來 另外一個層次就是招標 你剛剛那個事件 外交部的影片 台灣 我直接講了 因為大家知道 我有另外在開行銷公司 哪個業界不知道 你們真的把專業 放在第一位嗎 我要問民進黨政府執政的時候 這些公開招標的公司們 你們要把你們的專業 放在第一個 說服所有的評審委員 你的專業是值得信頼的 然後拿到你案子 有 請給我舉手 還是台灣有20家 40家 100家 我現在月圓志應該也清楚 在公共沒服務過都知道 有多少公司 專門開了之後 就是做公標案 什麼叫專業公標案 不是專業技術 是專門標公標案 然後幹嘛 去跟裡面的人擺關係 我跟你好 我跟耀卓好 從此以後 這案子全部都是我的 然後公司裡面很多的資料 2021年跟2018年 跟2015年全部都一樣 我只要公司檔案交出來 一套上去 一用百用 很多時候300萬淨賺的 請問一下 我們國家都是這樣子 在做包標 難怪會有剛剛那個影片出來 因為為什麼 沒有幾家 專門做公標案的公司 是用專業技術在信服人的 所以才會出現 剛剛韋翰講的那一段 怎麼會有公司 如果一個專業公司 不會不知道就是影片 是不能用的 專業影片公司 包括齊柏田導演 他一定一看就知道 這不行用 這已經是幼稚園層級的 我們現在的國家 充滿了這種標案 你告訴我 有哪一個標案 是真的可以讓我們參加的時候 抬頭挺胸 沒有 包括這種Logo 3Q如火如土 現在傳出民進黨陣營 希望陳柏惟 這段期間 盡量減少去立法院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바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